哈囉 大家歡迎回來凱章開獎 我是小雨 沒錯 今天就是一集蠻特別的影片 因為跟影片標題一樣 大家 我們今天要來聊聊 最近有在買球 或者是一些團組們 我相信應該蠻有感覺的 就是羽球真的是 但漲價的呢 都是這種天然羽球啦 因為有很多客人啊 或者是我們的觀眾或朋友們 都會問我們說 到底為什麼羽球會這樣子 突然間 近幾個月 或這一年來 其實漲幅蠻多的 那其實有新聞做一些整理 我覺得我們 也蠻想跟大家一起來討論 聊聊看我們的看法跟觀點 最大一個原因呢 就是羽球它這個東西 它依然是天然材料 做出來的產物 其實就像我之前在 太英球那幾影片裡面有提到 現在運動上面很少 可以看到這種耗材是 還是使用天然材料了 那這個天然材料羽毛 它既然是 天然的 東西 它就一定會有一些波動 或價格的飆漲 就像 比如說颱風天啊 菜架啊 然後可能 禽流感啊 或是各地的 疫情啊 或 等等很多因素 就會影響到這個 天然產物的價錢波動 我覺得這當然是第一個原因 再加上有聽到另外一派說法認為 這個鴨跟鵝 這個動物的經濟產能 比起 其他的動物來說 比較低一點 所以也比較少有農場主 願意來養這個 鴨跟鵝 這類的動物 那相對來說 羽毛的產能就 變少了 第二點呢 就是因為現在其實 打羽球的這個市場人口啊 也慢慢的在成長當中 所以呢 就會變成 這個球的產能 會有一點點供不應求的問題 那也會 供不應求就會造成 缺供可能就會讓他們的 成本 反而增加 所以造成羽球的 漲價 再來就是 很常會遇到客人 或朋友問我說 到底有沒有那種 很高CP值 最常遇到問題 老闆有沒有那種 CP值 很高的球 便宜又不會壞的 我必須得很誠實的 跟你講 沒有 我覺得不是沒有 是很難啦 因為羽球這個東西 他是天然材料嘛 所以他 重點的材料就是 毛片 那毛片這個東西 他其實大家 大部分都是 進口 或是來源 其實都是 蠻統一的 就是 進貨這些毛片 進來做 組裝 做製造 這樣 那這個毛片 我覺得就是羽球最大的成本 那毛片其實 成本我覺得都是蠻固定的 所以我覺得你很難說 有一款球他真的用 超好的毛片 那 可以做到超便宜的價格 我真的覺得蠻難 他真的是一分錢 一分貨 的東西 那的確 越貴球 他真的越耐打 那 飛行穩定度 通常也越高 所以你只能覺得說 像我們 有一支影片 盲測 同價位的球 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特性 因為我覺得每一間做球的做工還是有點不一樣 比如說他膠水的 黏合度 他膠水的比例 他這個球頭的材質 等等的一些組裝的技術 還是組裝起來的成果還是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比如說 像某些球他可能比較會飛 那有些球他比較主打耐擋 或是他主打高穩定度 所以 我覺得能夠比較的就是 同級距的球 他們 會有一些不同的特性 那 最後一點 我覺得其實我 慢慢有點感覺 就是我覺得我們漸漸在 見證說 羽球 未來的趨勢 感覺真的很有可能會走向 人造羽毛的這個方向 因為 現在是一個市場工序的平衡 如果 當他繼續漲價 我覺得 漲價我覺得是勢必的啦 我覺得 不太感覺 天然羽毛球會 有降價的可能 我覺得他漲價是勢必的一個 未來 還會持續再漲上去 那當他漲價到一個市場工序平衡 覺得 這個價錢 我去打 一桶 550塊的 12顆碳英球 也划算的時候 那我覺得那時候就會開始慢慢的出現 新的趨勢產生 我覺得也非常期待說 在做人造羽球或碳英球這一塊 他們 未來也一定還會有更多更多的改版 改良 然後有新的技術投入 讓人造羽球可以更仿真 或是更像真的羽球 讓他更 無痛的 轉換 那 我覺得新的東西剛出來都一定是像這樣嘛 就是一定剛出來 或是他是一個趨勢的時候 一定會有些人 不習慣 或不喜歡 那也會有另外一派 就是先驅者 他就很喜歡體驗新的東西 就像電動車一樣 或者是像 比如說智慧型手機剛推出的時候 或電動車 現在目前真正 慢慢變成趨勢的時候 就是會有一派的人會 還蠻願意嘗試的 那有一些 不同的聲音會出現 感覺 我們現在正在見證 天然羽球 是不是 慢慢的 有可能會走入歷史 接下來羽球這個運動呢 可能就會慢慢變成 人造羽毛呢 我自己是有這樣的想法 好 那最後 還是想幫 各位辛苦的團主們 說說話 對呀 羽球漲價 我們這樣觀察下來的確是 真的有漲 從400多塊 500多塊 漲到600多塊 其實我覺得最辛苦的是團主 各位團主們 我來幫你們發聲 我覺得 開團真的是蠻辛苦啦 而且 據我 問過我身邊幾個團主啊 或者是自己有在打團 其實 團 主 收的零打費 就是大家去打球 這個費用 其實沒有漲 那羽球這個東西 就是團主的成本嘛 一個團的 本來就是最大開銷 我是覺得 大家打球啊 或零打費 其實是可以漲價 你說他漲100塊200塊 其實大家分擔下來 可能漲個 20塊或30塊 我自己是覺得還可以 接受的一個範圍 可能團主我會問他們啊 他們就覺得說 怕說 你知道漲20塊漲30塊 就沒有人要來 或者是大家就開始 靠北羽球 怎麼樣就是 這團收很貴 然後用不好的球什麼的 我覺得 經營團真的很難賺錢 很難盈利 我有聽過 很久以前 我們 老闆他在打的團 可能已經 七年 沒有漲價了 那這個數字 我覺得很誇張 因為 絕對 他們買球的成本 是一定有增加的 那他們就說啊 可能以前就是 可以多的錢 讓大家一起去吃吃飯啊 發電影 對付啊 給大家 可能變成後來的錢 就來買 球的開銷 所以呢 我覺得其實 團組 如果漲價的話 我覺得算是合理範圍啦 就是大家 漲個20塊 30塊 一次球多 一點點小錢 大家平均 分攤掉這個球的 漲幅的話 我覺得算是 蠻合理的 還是要幫團主們說點話 不至於到 漲20 30塊 就不打球嘛 對 就放棄這個運動 大家還是可以 稍微 一起分擔一下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想說來跟大家聊聊 這次 啊 最近期 與球漲價這件事情 我們的看法跟想法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 心得 或想法 也很歡迎大家在下方 跟我們一起 理性討論 好嗎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們影片 大大的一個讚 記得訂閱我們 凱匠鐵域 凱匠開獎的所有頻道 和我們的粉專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大家 掰掰